今天我们带大家看月泉石 9月7日夜里到8日凌晨的月泉石 是今年唯一在全国范围内 可以观看的雪月月泉石 错过这一次 下次全国能看的月泉石还要等三年 从8号凌晨的0点27分开始 到2点58分 准备好你们的闹钟和相机 这次全时阶段的雪月月泉石 足足有一小时23分钟 关键是全国不管东西南北 只要天气好 抬头就能看见 天气不好也没有关系 点个关注 届时我们这天气好的话 我们也会用天文望远镜 给大家全程直播 那么还是老规矩 这次的月泉石 几点看 去哪里看 用什么看 怎么拍 月泉石是怎么发生的 为什么会出现雪月 这次的月泉石到底有多特别 这些问题的细节 我们都会在本次视频里 为大家一一讲解 永远不要停止思考 我是阿姨 我是娜娜 今天我们来聊的呢 就是2025年9月7日至8日夜晚会发生的雪月月泉石 大家首先关注的肯定就是什么时间看了 这次时间还算友好 可以不用通宵熬夜 7月9号晚上的23点27分 月球开始钻进地球的半影区 这个时候肉眼几乎看不出来 算是热身环节 对光感比较敏感的小伙伴 可以拿双筒望远镜尝试着观察一下 你会看见月亮边缘上会像蒙上了一层沙 亮度会逐渐的降低 这个阶段大概持续一个小时 大家可以定一个闹钟 毕竟重头戏在这个后边 这个可以不着急看 对 这个过程可以不着急看 到了8号的凌晨0点27分 初盔准时开始 月球东边会牵缺一个小口子 然后缺口慢慢扩大 月亮的残缺感在空中特别的震撼 记得这个时候就可以掏出你的手机和相机开始拍了 用长焦镜头捕捉缺口边缘的细节 甚至能够拍到环形山 在阴影中逐渐变黑的感觉 那么接下来就是重点了 1点30分实际开始了 月球整一个都钻进了地球的本影当中 红月亮这个时候也就正式亮相了 这个时候月球会从银白色逐渐变成暗红色 最精彩的时剩是在2点12分 月球中心离本影中心最近颜色可能最红 如果当天大气尘埃比较多 甚至会呈现出紫红色的颜色 这个阶段会持续42分钟 足够你慢慢的调整你的相机参数 拍出电影集质感的照片 那关于怎么拍 咱们稍后会聊到 手机能拍吗 可以拍 一会儿有教程 时间来到了2点53分 这个时候月亮逐渐走出地球的阴影 月球的西边会亮起一道银边 像黑暗中撕开一道裂缝 慢慢的扩大 这个阶段的名字也很形象 它叫深光 你会看见月球西面开始亮起来 逐渐越来越亮 直到3点57分的复原 进入到这个过程 月亮就恢复了完整 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最后到4点57分 彻底离开半映区 全程接近5个小时 大家可以暂停查看这张图 那咱们这次真的是全国都能看到吗 有什么推荐的地方 这一次是真的全国福利了 根据紫金山天文台发布的可见区域图 我国全境都在最佳观测区里 只要天气晴朗都能看到 有点云还能更浪漫 看看彩云追红月 那真是天涯共此时 共赏红月深 在地点的推荐方面 我们基于不同的需求 给大家做出推荐 没有交通工具 不方便去远处的小伙伴 首选的就是城市地标 可以拍到红月与建筑物同框的场景 可以提前到城市地标 看一看7号月亮在哪个位置 根据它的角度来计算一下 看看到时候月时的时候 你的拍摄计划是怎样的 有交通工具的小伙伴 也可以选择驾车摩托车 去到附近的自然景观 高山湖泊平地 这些地方能够有效地避开 建筑物的干扰 沉浸式地欣赏完整个过程 也可以选择合适的自然景观 当作地景进行拍摄 也是非常出篇 非常不错的选择 还有一个呢 就是各位留意 当地的天文观测机构 对外发布信息的平台 天文台说不定会发布一些观测活动 他们会提供专业的设备 也会提供讲解 那最适合的就是带小朋友一起去看 去学习 那有些小伙伴就会问了 这次观测需要什么装备吗 就一个普通的望远镜 这个能不能看 其实上用肉眼就可以了 月亮本身它又大又亮 抬头就能看见 要是有双头望远镜 或者是这个天文望远镜 那是更好的 能看得特别的清楚 比如说月球表面的环形山 在红月亮的背景之下 会显得特别的明显 那如果像没有专业设备 怎么办呢 那用手机拍也可以 最好戴上一个三角架 手机调到专业的模式 时圣阶段的光线会比较暗 ISO设置是800到1600 曝光时间1到3秒 对焦拉到无穷远 试试看能不能拍出暗红色的质感 以及焦点是否对上 如果太亮 就适当减小这几个参数 有相机的话 用长焦镜头效果会更好 参数方面就跟刚刚说的手机参数 稍微低一点就可以了 那咱们这次要去的话 要注意些什么 我们的小伙伴们需要带些什么 那首要关注的呢 就是天气了 提前查看一下附近的天气月报 要是那天云特别多或者下雨 也可以开车去周边比较晴朗的地方 观测红月亮呢 它不像流星雨那么苛刻 有少量的云没有关系 然而会很有情调 云遮月绕的景象 想想都会觉得很好看 还有呢 九月的夜间 有些地方挺凉的 还是带一点预寒的物品 毕竟少了没得穿 多了还可以脱掉 我们去看流星雨就爱动了 对 其实当月亮被完全遮住的时候 它的光线也是很暗的 去山上或者是湖边的小伙伴 尤其得注意 那地点的推荐方面 我自己更倾向于 去找一个开阔的地方 上次咱们说流星雨 有评论其实小伙伴就说 阴险祖流星雨最大的光污染就是月亮 那这次反而咱们变成去看月亮了 看月时呢 那月亮本身就很亮 哪怕是在城市里边 也不用特地的去适应 这个黑暗的环境 不过还是得注意 别让强光晃到眼睛 比如拍照时不要开闪光灯 不然拍出来的月亮会泛白 要是想开灯光照录 还是推荐用红光手电筒 然后灯光呢 不要到处乱照 先不说会影响到观看 或者是拍摄的人的成片 平时这样做也会引起别人的反感 还有呢 就是带一把舒适的录影椅 好坐的椅子 因为这个天象 天象持续的时间很长的 再带点零食 一边吃一边看 也是爽的飞起 还有一个点 说起来 8号是星期一 完整看完都已经快5点了 在这儿也得友情提醒 别硬熬 可以看完初亏 到复原这个精彩的阶段 就赶紧去睡 那就是只看中间的精彩部分 第二天工作 你也有精神 如果你第二天摸鱼 睡觉被老板抓了 不要怪我没提醒 那要是想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 拍大片 那可能起床的时间 就要更早一些 所以请合理的安排 你的睡眠时间 月时发生的原因呢 你可以想象就是 太阳 地球 月球 排成了笔直的队 地球站在正中间 挡住了大部分的太阳光 这个时候月球就慢慢钻进了地球的影子里 形成了月全石 不过有意思的是 月球不会完全变黑 反而会变成暗红色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雪月亮 那月石很好理解 雪月亮跟月石有什么区别呢 或者说是怎么形成的呢 这个就得从光的波段来说起 太阳光里边藏着各种颜色的光 就像一群跑步选手 蓝光和紫光属于短腿的选手 它的波长只有400到500纳米 红光和橙光是长腿的选手 它的波长大概是600到700纳米 地球大气层里边飘着的尘埃 水滴 短波段的蓝光紫光碰到这些小颗粒 就特别容易被拦下来 而长波段的颗粒 就可以绕开它们 直接穿透过去 所以月亮就被这些红光染成了红色 那如果说这次月石特别 到底特别在哪呢 那这一次特别的点就是 这一次全国范围内都可以看 这次月石的石分很大 有1.367 月球被地球影子覆盖的程度很大 红月亮的颜色会比普通月泉石 更加的浓郁 更鲜艳 而且红月只会在月泉石的时候发生 所以这次就很珍贵 是一次不能错过的全明天文盛宴 下次全国再有可见的月泉石 得等到三年之后了 到了2028年的跨年 也就是2028年的12月31号 到2029年的1月1号 那个时候刚好又是太阳的活跃期 说不定去到北边 能同时看到月石和极光 而且还是跨年 没有比一边看着奇迹发生 一边跨年更特别的了 想想就很期待 那到时候咱们也一起去 计划一下 9月7日到8日的月泉石 是一次不用抢票 不用远行 就能和一家老小 乃至全国人一起共享的天文浪漫 从初窥时的月亮缺了脚 到十季的时候 红月亮挂天边 再到复原时候的月亮完美回归 每一刻都是宇宙写给地球的诗 记得找个舒服的观测点 带上家人朋友 一起抬头看看这一轮 穿越地球影子的月亮 同时可以把我们的视频 分享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这对我们很重要 可以让大家一起共复这场天文盛宴 观赏完了也别忘了 回到评论区 分享一下你观看的感受 让我们看看不同地方的 雪月月泉石 有什么不一样 永远不要停止思考 咱们山顶见 咱们山顶见 拜拜 拜拜 later ting dong 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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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